8月11日周二凌晨3点 欧罗巴联赛8禁4 勒沃库森对阵国际米兰 目前该项赛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有后续的比赛都将集中在 德国北莱因威斯特法轮大区进行 而且都会采取一场定胜负的赛制 由于勒沃库森俱乐部就坐落在该大区 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可谓享有半个主场之时 两队禁忌和禁忌状态 国际米兰近6场4胜2平状态不错 上一场也是在德国当地的 沙尔克04的主场2比0战胜赫达费的 中场球员埃里克森 上一场更是在替补登场几分钟后 便破门得分 状态和运势都不错 再加上近期国民又官宣买断桑切斯 国际米兰从欧冠失意降维来到了欧罗巴联赛 之前面对的球队 也仅仅是保加利亚球队卢多格德斯 和西甲小球会赫达费 你可以说他们一路兵不决认 也可以认为国际米兰这一路 没有经过太多的大考验 勒沃库森近四场 两胜两负撞在平平 他们也和国民一样 欧冠被小组淘汰 来到了欧罗巴赛场 淘汰了博尔图以及格拉斯哥流浪 本场他们又对上了国际米兰 应该算是真正的考验了 而且他们主力中场 阿朗吉斯无法登场比赛 实力上肯定有所受损 从战术层面看 由于孔帝冠用三后卫 这也使得国际米兰中场有些老化 奔跑能力不足 中前卫 覆盖能力减弱等问题 凸显无遗 所以他们经常会被 速度快的对手 利用内部空歇 而勒沃库森阵中 恰好有两位速度极快的边路 比亚比和拜利 这两位白米都在11秒以内的球员 会给国际米兰防线 带来极大的威胁 在本赛季的得甲当中 他们就曾客场上演过 战胜败人的先例 想哥觉得吧 国际米兰的优势是在于经验 毕竟阵中的球星们 能力和名气以及经验 肯定要比对手强出不少 而勒沃库森拥有的 则是年轻人的冲进 而每每年轻俊卫军 和德国人挂钩的话 往往结果都是德国人 想到了最后 同时 由于比赛采取一回合才知 裁判的临场判法 也会比较重要 再加上德国方面 在本届欧罗巴杯赛当中的 主办上的鼎力支持 又出人力 又出资源 有没有可能会照顾一下 如今唯一的一支 八强得甲队伍 勒沃库森呢 所以我认为 勒沃库森会在90分钟内 守住平局 甚至淘汰国际米兰 好的 明晨三点 就让我们一同观看 勒沃库森 如何在半个主场 阻击国际米兰的吧